每次报道吧 都是什么卖房卖车 我都被绕了那个坑里 我们家就算给大家做一个试验品 探索这个世界的 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 去打工去讲一下呼口的 大家好 我是航海家庭 其实我都不喜欢 这个就是公众给我的标签 一个什么卖房卖车去航海的人 我不喜欢 还有一些人呢 喊我航海家 我也不喜欢 其实我不是航海家 我在航海里面应该就是说是 很浅的那种 我喜欢我自己的标签 我自己给自己的标签 我觉得我是一个探索者 就是一个地球探索者 别人可能就到地球上一个身份 就是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旨意 那可能是个铁路工人 可能像你是一个记者 或者是一个 有人是个什么什么律师 这就是他的职业标签 从来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不是被 我是在探索这个世界的 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 去打工去养家呼口的 可能别人没考虑这个问题 你要教育孩子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的大部分人 我认识的99% 99%的人都不知道自己 这时候要干什么 有的人50% 80% 不是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就这么呼噜呼噜过来了 然后他跟着口口声说 你要让孩子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们也不知道孩子怎么样 我只是我去勇于去思考 去做了这么一个事业给大家 经过了六个国家 航行的里程接近四千海里 八岁他刚上三年级 我们就离开了国内的学校 然后航海那两年间 我们就在船上 然后带了一部分教材 然后我们偶尔还会带一些 招一些船员 我们都要求船员上我们的船 就要给有小朋友教的知识 到了他十岁 我们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到的 没想到我们在那 就是可以入港地学校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我们在那待了段段续续三年 他跟着我们好几个城市 跑入了好多所学校 就是有一个 它是国际的教育的体验 签证结束 离开澳大利亚 我们再到了巴厘岛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是自学 巴厘岛有很多这种自学的网站 二三年底 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这种国际上的自学群主 了解到 其实有很多 适合他们这种刚十年的 就是实习和学习的机会 他就申请了一个美国的这种青少年的营地 去做这个摄影师和助教 六月份已经去到那边 开始去上国际交换工作了 我老婆就是很典型 就我们山东的贤妻的母吧 他就喜欢生活一层不变 稳定 然后他也不喜欢任何户外 任何有风险的东西 他属于被我一点点拖着 很勉强地跟着我的脚步吧 从19年我就在 我想做叫飞艇学校 我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想 我想带所有人能够去 探索世界做奇迹事情 包括我新议这些朋友就说 哎呀 想不到你们还挺出名的 你们也没有挣到钱 你要从社会定义上 我觉得就不成功 从个人意义上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还得回想 都做成了 而且都超出自己的设想